最近各個的時事網頁上 估計都被這位基金大佬槓桿爆倉給刷屏了哈 很多朋友都以為這是單純的基金加槓桿 卻不知道這次的槓桿暴露了銀行的一個越發受歡迎的盈利模式 恰恰也是加劇了這次爆倉的貨源之一 今天這個視頻我們就來具體看一下 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引發這次這位基金大佬槓桿爆倉的 很多朋友可能都以為是因為向銀行借錢買股來加槓桿 後來股價跌了才觸發了這次的槓桿爆倉 但這樣的說法仔細想一下卻是不成立的 想一下哈,如果銀行借的是錢 給這位基金大佬買股加槓桿 他是如何成功躲避了美國證監局 SEC那種種的申報制度的呢? 要知道對沖基金每季度需要遞交13F 來公佈自己的做多倉位 並且如果對哪一家上市公司的持股比超過5% 那也需要公開自己的倉位 但這位基金大佬槓桿操作那麼多年 卻一直能夠隱於海平面之下 正是因為這次槓桿背後的真相 是這位基金大佬向投行們借的根本就不是錢 而是利用著投行的右翼盈利模式 我們來具體看一下 這能夠躲避證監局倉位報備制度的槓桿 究竟是怎麼操作的? 其實很簡單 這些投行借的根本就不是錢 而是股票 這些投行通過將自己所持的個股 借給這些對沖基金們 作為回報 對沖基金支付給投行一筆手續費 假設是5% 相對應的 投行則是將這個個股股價風險 轉移到了對沖基金身上 如果股價上漲呢 投行則是將賺到了增值 以及紅利轉移給對沖基金 而如果股價下跌 對沖基金將下跌的損失補還給投行 這整個操作可以說 這些個個股從來都是由投行所持有 而對沖基金們就只是獲得了個股的投資盈利以及風險 這麼操作有幾個好處 一是因為這些個股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投行的資產負債表 算是放在投行的抵押品 對沖基金們只需要抵押給銀行這些股票市值20%到30%的保證金 就可以簽署這樣的協議 相比直接購買股票做多的成本 這僅僅20%到30%的保證金 直接給了對沖基金做3-4倍槓桿的能力 二則是因為這些個個股 理論上從來不屬於對沖基金所持有 對沖基金們也就成功躲避了公佈這些倉位的條條框框 讓所有的這些倉位成功的不為人所知 而投行們也是成功轉移了投資風險 轉而能夠獲得穩定的手續費收入 這樣的操作被稱之為是總收益互換的一種衍生品 一直被視為是比較安全的一種衍生品 因為即使對沖基金在股價下跌後賴賬 不給銀行做貶值賠償 那些投行因為還持有著個股本身作為抵押品 可以直接平倉個股來止損 前提是這些個股的跌幅不超過20%到30% 造成這次爆倉的 則是這位基金大佬所管理著的對沖基金 Archegos擁有的巨大倉位 這支維亞康姆CBS的傳媒公司 在暴跌之前在Archegos的空台之下股價暴漲 但這個氣球卻是在維亞康姆CBS 宣布發行30億新股權時破滅 股價閃跌 從100美金一股跌到了70美金一股 這麼一來 Archegos在銀行那存放的30%的保證金就不夠了 觸發了保證金追加 按Bloomberg的調查 這次保證金的追加 也就是MarginCore 是來自於高盛或者是Morgan Stanley中的一方 當Archegos無法滿足新的保證金追加時 則是觸發了高盛或者是Morgan Stanley的平倉機制 也觸發了涉及到華爾街 以及歐洲各大銀行的噩夢的開始 令這些個銀行所沒有想到的 是銀行們都是默認當壞賬需要平倉時 會有別的銀行可以接盤 卻是忘記了衍生品自帶的輻射性的屬性 Archegos與所有的銀行 都買入了類似倉位的總收益互換的衍生品合同 高盛、Morgan Stanley、花旗、瑞銀、德意志銀行 Nomura、瑞信證券全部都有份 導致各大銀行在同一時間爭相的逃命平倉 跑得快的像是已經提到的高盛以及JP Morgan 此外還有德意志銀行 也是第一時間迅速地賣出了40億Archegos 所持有的所有倉位來止損 包括除去引發這一切的維亞康姆CBS 還有像是百度、彈訓音樂、微品會 Discovery等等的個股都被瘋狂地拋售 而那些個跑得慢的就比較慘了 像是日本最大的投行Nomura 告知投資者最終的損失可能是高達20億 瑞信證券的損失則可能高達40億 這之中所發生的參考這張漫畫就明白了 這邊的這個瑞信證券呢 正是兩週前我們剛剛視頻有提到的 凍結百億投資者基金的那個瑞信證券 而這次事件中逃命的先後順序 也全都反映在了事後這幾支銀行股的股價之中 對於衍生品的危害 之前視頻CK有特意介紹 幾大美國銀行所持有的 信用衍生品中倉位最大的一種名為 壞賬風險互換的衍生品 卻並沒有額外去注意那 佔比並不大的總收益互換這一個衍生品 但這次的事件倒是讓CK我去重新審視了這一部分 然後就發現說像是JP Morgan、高盛、花旗這些投行 除了賣總收益互換這個衍生品 給像是Archegos此類的對沖基金之外呢 本身也有購買大量的總收益互換 像是JP Morgan本身購買著262億此類的衍生品 這次的事件告訴了我們 再不起眼的一個衍生品呢 都可能帶來翻天覆地的風險影響 不然我們要如何解釋 為什麼針對瑞幸證券、壞照風險互換的 風險對沖的衍生品價格這兩天衝向了天際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希望對大家理解這次的爆倉事件有所幫助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哦!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